美麗的音樂 嗨 大家好 我是昌阿翰 好 我是阿翰 嗨 今天 這集 我完全是非常榮幸 到別人家裡來錄音 怎麼好意思 应该是非常非常不好意思吧 就是把人家从台南找过来 然后只能请来家里面这样子 多荣幸 就是跟大家讲 这个节目先订阅 我自己每集都听完了 叫做海边漫谈 嗨大家好我是阿海 那我要介绍这个节目吗还是这样 介绍一下 因为我相信我的听众跟你没有重点 虽然我有介绍过 但是大家应该还没有那个 好 海边漫谈是一个就是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 以前在做新媒体的文案企划 什么是文案企划 我们讲白话一点就是 我是负责写杠话写撩妹的 撩妹 撩妹大家知道是谁 大家自己去联想 对没有错 那后来后来我就 就是在高雄搞喜剧 然后目前有一个自己的喜剧品牌 叫喜剧开港 好但那不是我节目的重点点 反正我本身是一个自称喜剧演员 那这个海边漫谈来就是在把我平常想本的时候 想到的一些想法 然后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去展现出来 那我每一集都会有一个 现在我观察到的社会时事 然后再附上一个我的人生提案 太有趣了 太有趣了 举个例好了 举个例 举个例 大家有想过 这个是我自己非常喜欢 大家有想过吗 就是 教室一百年前跟现在 其实差蛮多的 现在已经有智慧教室 有什么液晶的面板 或者是智慧黑板等等这些东西 汽车一百年前的汽车 跟现在的汽车 也差非常的多 对 可是他出来之前差更多 差更多嘛 对不对 那但是结婚这个东西 一百年前跟一百年的现在都是怎样 都是互许终生 承诺一辈子 有没有想过 也许婚姻已经过时了 不然怎么会这么多人一直在离婚呢 婚姻这个东西应该要被革新了 对我们应该要婚姻改革 对 我们现在是不要吧 不要终生制 跟人家在约炮一样 我们就是五年一千 那个跟保险一样 如果你没有继续缴费 或是你没有继续允许这个 这个契约继续走下去 这段婚姻就结束了 哇 你看也可以省除很 去除很多 关于这个婚姻 打离婚官司的费用啊 或者是在想 我们还适不适合 反正你觉得我们不适合 时间到了 就结束了 真的是非常创新的提案 所以你现在正在实验中吗 没有没有 我正在往结婚的路上去努力走 哈哈哈哈 但是有可能是新的婚姻就对了 对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对对对对 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频道 常常跟一个歌手叫阿姬 人人有宫殓大支底下的一个歌手 然后他们最近一个新的歌曲 叫做人人娶新娘 有一个歌手叫马逊的第一句歌词 第一次结婚开心吗 就是 对 哇好难回答的问题 在别人的这个庆贺你要 你要这个结婚的这个场合下 唱这一句这样子 你问他说 你第一次结婚开心吗 我不知道第一次 但搞不好第二次会更开心 对 所以想要知道这样更多更多提案 请直接到这个海边漫谈 海边漫谈 那你刚刚有提到另外一个东西是 喜剧开港 今天我们要直接进入 今天要聊到重点了 哦 这么这么这么直接这样子 哈哈哈哈 喜剧开港 其实目前已经知道的人 就是他都是一个 像是大家所理解到知道的 像最有名的嘛 博恩嘛 然后豪平嘛 隆隆嘛 这些喜剧圈的 知名的托尔秀演员 那喜剧开港 托尔秀可以跟你聊两三集 都没问题 对 那个 托尔秀这个东西 它其实 他们不是每一个人 一开始就这么强 那其实托尔秀 它自己有一个就是日常 像其他演员 他们也会有什么排戏演练 可是讲笑话这个东西 它最实际的东西是 你直接讲给你的观众去听 它没办法像舞台剧一样 我可能给 例如说某某 同样剧场的人 或是某某总监去看 它最实际的就是 它有即时性 然后有观众当下的反应 或是当时的时空背景 去测试 那喜剧开港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所谓的open mind场 它是演员的实验室 我直接在每一次的open mind 去测试我近期想到的内容 那直接去看它的反应 而观众也可以直接得到 它最新的创作 可是相对的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是实验室 所以实验有时候会成功 有时候也会很失败 哇 对 而且失败应该是蛮正常的 对失败其实是很正常的 甚至有些刚开始初次 初步尝试的演员 都会在open mind场的时候 感受到这个世间的 就很冷清冷暖这样子 对 就上一个人 就大家笑很开心啊 然后掌声尖叫 然后像你上来讲的时候 大家就是一点是 蛤 我是谁 我在哪里 你就会被 台北很凶 台北很凶 台北有时候甚至会直接 台下观众 因为他们已经 他们已经 很习惯就是这种 很强的表演 他们会直接买虚下台 哇 破你的梗之类的 南部相对是比较peace 那如果你是台南 对喜剧有兴趣的朋友 你不想跑到台北去看 目前南部稳定有在举办 就是我们喜剧开港 多稳定 我们每个月至少会有两场 天哪 对 那未来 未来会走向就是希望 每个礼拜至少有一场 那就跟台北同步了 对对对 可是在 我觉得这件事情 自吹自擂一下 这件事情在 有喜剧开港以前 高雄过去是完全没有 一年 一年没有一场 对 然后我们是有计划的 在做这件事情 什么叫做有计划 喜剧开港 我认为它不是一个 就我自己 我自己的规划 它不是一个讲笑话的地方 它是一个艺文品牌 我接下来这个话题就有点尖锐了 来来来 我们听众 最尖锐的都听过了 好 我要问你 就是因为你对音乐 不管是音乐机会 或音乐创作是 都有一些些理解 我们不敢说我们是 但我们是有一些理解的 你认为为什么大港开唱会中断掉 会办不下去 不是韩 郭玉吗 是这样子吗 不是吗 这个是 这个是 我觉得是其中一个 当然 执政者的阻挡是其中一块 不是所有问题都怪罪给他就好了吗 当然 我们可以有很相应的这种想法 可是我的理解不是这样子 我的理解不是这样子的 在台北有乐团 台北有这些妥秀的基地 它其实状况是这样子的 你在台南你可以告诉我 就是你下班之后 会去哪里吗 会有什么休闲娱乐吗 哦 人家说这个下班后的人生 才是真正的人生 所以我们基本上下班后的人生 就是空白 我要讲的东西 我要讲的东西是 因为我那时候想到这件事情 就很不爽 就在台北的这些上班族 也许他们当然压力也很大 也有关系 可是他们会怎样 就是我下班之后 我不知道去哪里 诶 不然我花个一百块 一百五两百块 我们去卡米蒂 或者是去二三喜剧 或者是去听那个Life House 可是 女巫店 对 可是在高雄 在台南这些店相对是 比较少的 也许台南有 可是在我知道高雄是 除了蓝色狂想以外 是没有的 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 蓝色狂想 对对对 那可能都是 甚至他可能蓝色狂想 都只选一些 我已经有保证票房的 对 但他其实是为了要票房的 对 他其实是选的 有一些保证票房的 难道没有一种情境是 我现在觉得 我创作一首歌 我想要发表 但我是nobody 对 你就只能在那些什么 串流平台里面去上传 然后你的那个演算法的 触及又超低 然后你一辈子都不会红 真的一辈子都不会红 跟我们一些写剧演员是一样的 哈哈哈 对 我讲的这件事情就是 如果说 这些艺文活动 娱乐 没有办法成为日常的话 大港开唱 不管 再屌 或者是 办得再大 每年办得再大 他终究也就长那样子而已 只要没有补助 没有其他 没有办法就是你在平常 大港开唱结束之后 我下班之后 我可以去停一些新的团 他有地方可以发表 然后观众有地方可以 定期的去几百块的消费 他以后没有补助 他还是会停 补助是很重要的啦 因为我的理解就是 没有补助是不可能办的 对没有补助是不可能办的 那个 我们上一任市长 高雄市长就是把这个补助 拿去办其他事情这样子 所以 知道的你就知道 但是 有没有另外可能是 这个活动本身可以养活自己 大港开唱难道 都已经请到这么一流的团了 难道票价不能够上去吗 对这是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就是大港开唱的这些 这些音乐人 或者是这些表演者 他们除了大港开唱以外 平常的收入可能比我们 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风光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些有名 或者是有很多首 狼狼上口 或者是有上过排行榜的歌 可是他们的收入 既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优渥 甚至不比一些 专业的工程师 或者是相关的专业人员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 我相当不满意的 对 那喜怡开港 我未来会不会拿一文补助 我老实讲会 会 还刚登金一文团体而已 对 可是我要讲的事情是 即使我不拿这个一文补助 我也会让这个品牌 它可以活得下去 哦 哦 它可以成为日常就是 我这个品牌是未来 我不知道我平日下班 或假日可以去哪里 我在高雄在南部 我可以选择去参加 喜剧开港办的活动 办的open mind 或者是联名的活动 哇 它其实是一个一文品牌 只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去 去入门这样子 有吗 有到最简单吗 对有些人来说 其实比较困难 可是我觉得说实在的 以上台表演来说 我觉得讲笑话其实算是 相对来说容易 因为我会去看剧场的一些 有的没有东西 像有些东西我们可能一辈子 接触的非常少 你有去看过那种就是 完全没有讲话的 那种舞蹈剧 有 鱼门 之类的 那个对其他来说是 你可能你真的认真的看完 你也很难去告诉别人说 他在演什么东西 对他你没办法 就是你觉得好看可是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 可是笑话这种东西 是他的传递力是 是很强的 就是我这场结束之后 我听到一两个笑话 然后我可以 回到我的日常生活中 我可以想的时候会笑一下 然后我可以跟我的朋友 讲一下 我上礼拜在哪边 在喜剧开港听到这个笑话 它是比较好去传播的 然后是比较可以轻松入门的 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做OpenMy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打从心里的敬佩 因为高雄台南这一带 要办这件事情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好阿海你很会讲好了 你两个礼拜就要上台一次吗 我自己的话到现在几乎都是 每个礼拜都会写段子 哇靠 可是我觉得这东西跟 跟工作有关系 就是你有办法 就把这件事情当成你的工作 就很多事情是这样 我们家猫在大叫 他可能不同意这件事情 他可能说没有啊 他都在打瓦尔海姆 对我会每个礼拜都去 都去写这件事情 对然后会去发表评论 我觉得 那个习剧演员其实跟那个 社会观察家 社会观察家跟社会评论家 其实是有相关的 只是我们比较穷 哈哈哈哈 只是我们比较穷 大家很难把钱放到我们的口袋里面 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你是 你说的评论是怎样 你会投那个自由时报什么之类的 我之前有写过新闻 然后写给苹果或什么的 因为他们喜欢比较重口味 对 然后我就有拿到稿费 两千块钱 然后我心想说 干喜剧演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拿到一次两千块钱 党官媒要当 对是这样子 但我觉得现在就是 至少 观众愿意买票给 就是你刚刚我们前面提到那些台北那些有名的人 他们总会有下来的时候嘛 对 总要有人上去嘛 那我觉得 高雄台南的创作者 现在培养应该是个很好的时机点 说到这个我就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去年有一个歌手在舞台上过世 叫严永嫩 对这件事情 他其实让我的感触其实很深 就是在于 例如说音乐传播 或者是音乐文化的散播这件事情 他其实可能 在不同的年龄圈里面 不同的受众圈里面 他的付出跟贡献 可能比我们所熟知的那些 一线歌手啊 或流行歌手 来得更多 或甚至对某些人来说 是更深刻的 至少在我看来 如果今天某一个流行歌手过世 不会有那么多的歌手去 去怀念他 点都放个IG啦 可是 营永人的那件事情 的老师过世之后 其实有不少的歌手 有去对这件事情 他们去 去审思 去想 那我会觉得 当然每一个圈子里面都会有所谓的 偶像明星 但是他这些偶像明星 他是奠基在一定的群众 跟一定的厚度之下的 那总会有人需要做这些事情 那我也会觉得就是 如果喜剧开港 未来会不会有机会 可以培养出一个这样的偶像明星 老师讲我觉得很难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偶像明星之所以是偶像明星的 可是他能不能是这个文化的传播的人 这个文化的根基 对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更重要 这是为什么我选择做 做喜剧开港做一个品牌 而不是单纯一个人去当喜剧演员 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说到颜永能 就是我跟他曾经有脸书对话过 我现在跟他的脸书私讯是在 下次再找老师写歌 没想到没有下次 那时候是 我也忘记 反正就是那个 应该一两年的 一两年前 然后那时候因为 种种因素要帮台南的米写一首歌 然后就来找人 因为我不会写 那时候要找人写 然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颜永能 那台南市政府最熟悉的也是颜永能 因为他刚好在台南新化长大 然后他也曾经写过一首 《机要大家都吃台湾米》的这首歌 然后已经过了十年 那一首歌到那时候 我那时候已经过了十年了 他们很厌倦说 我为什么现在台南的米的行销 都还在放十年前的歌 能不能写一首新版的 大家这样想 那 英勇人老师那时候就很可惜 他人在英国 所以 就没有打上线 然后敢在标案结束前 这个拜托拉基帮帮写一首 歪嘴基石台南米 所以就 错过了跟颜老师合作的机会 没想到就这样就是再也不可能 哇 这个话题有点难接 有点难接 但是我觉得大家会那么怀念眼泳人 我看到网络上很多的留言是 就是 大家觉得好像自己欠眼泳人的东西 就是 我今天就问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免费要你去表演 然后还要每周去 这件事你愿不愿意做 眼泳人就是他会说好的那件事 这样子 他就为了传达他的音乐 他就愿意做这样 哦 嗯 好啦 不要接受我们接下来听一下叶勇人的歌 好 然后等一下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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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去 去 去 来 去 我们 阿公吃得七十一 每天尚餐店最多都在看电信 几分的藏地无买担心 用心担来真好意 只要大家都吃台湾米 驾里顺哪大家出头天 老水如变丝 就走人凉担心 这十一号的台湾米 土地公平你就当保庙 黑粉若过去的等千天 楼子旁旁心真的欢喜 只要大家都吃台湾米 驾里顺哪大家出头天 老水如变丝 就走人凉担心 只要大家都吃台湾米 驾驾里顺哪大家出头天 老水如变丝 就走人凉担心 阿里头 阿里头 老水如变丝 就走人凉担心 只要大家都吃台湾米 驾驾里顺哪生意大妙地 老水如变丝 就走人凉担心 人家说做家就要唱 做人就要担心 来 来看这些老水如 怎么种出第一名的台湾米 最近来看什么 只要大家都吃台湾米 好 只要大家都吃台湾米 好 只要大家都吃台湾米 好 驾里顺哪大家出头天 老水如变丝 就走人凉担心 只要大家都吃台湾米 担担起来三米大妙地 老水如变丝 就走人凉担心 想要再问那个阿海的问题就是 喜剧开港目前这样做到现在 你会觉得有那个吗 就是有任何的快乐的一些故事吗 我们刚刚讲到沉重了 再把它拉回来 我讲一个很漫画情节的故事好了 我们第一场的时候 第一场的时候 其实是在一个男子的小酒吧 然后我促成了这件事情之后 因为喜剧开港到现在的男士 我和我一个人独自在 在handle这些所有的支出 然后很多的 其实有不少的店家拒绝我 其实我一开始在做第一场之前 我已经被八家高雄的酒吧拒绝过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考量 所以我也不会说是哪些店家 所以其实我是一直被拒绝 因为高雄没有这个文化 所以一开始都是最难的 天哪 酒吧耶 酒吧跟 酒吧应该会觉得很羡慕 台北有那么多酒吧都有表演 那高雄的人想说 不然反正我营业时间也需要人吗 不是 因为我是nobody 天哪 在这之前我是nobody 虽然我现在已经跟很多的 台北的喜剧圈的前辈有所认识 甚至大多数有在关注单口喜剧圈的人 都知道高雄是由喜剧开港 是阿海在做 可是在过去去年的那时候 是完全没人知道 所以他们也不愿意 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然后终于好不容易 我在男子的一个小酒吧 开始了第一场 那时候就汇聚了九名的数人演员 九个 一开始就九个 然后活动是七点半开始 七点二十六分的时候 然后现场观众 两个人 两个人 不开玩笑 只有两个人 然后我想说 完蛋我死定了 我是喜剧圈的韩国瑜 我跟老板说 大哥 这个很 老板这很酷 这个现在很夯 然后 网路上很多人都在看这个东西 大家都会很喜欢这个东西 网路上的人会懂 然后他就挺我 他就瞎挺 然后 我就想说 我真的死定了 我真的死定了 我完全一段子我也不记得 然后全身就是冒冷汗 然后我想说我真的完蛋了 我到底为什么 我开始后悔了 我几个月前 为什么想说我要 在高雄搞一个喜剧 难道没有人想过吗 一定有人想过啊 只是他们都失败了之类的 我真的是这样子想 结果 高雄人 真的就是高雄的习惯 大家都习惯迟到一下 到二十八分 到快二九分的时候 开始人进来 五个十个进来 然后 我们就想说 要延后开始 我们总共延后 第一场延后十分钟开始 跟准时的那两位观众 真的是对他们很抱歉 现在直接公开道歉 公开道歉 虽然我已经不记得你们的名字了 后面也没有再来了 后来整到晚上结束之前 那天酒吧 他平常满座是二十人 那天塞了四十五个人 有些人是挤在后面去看 然后 没位置坐 然后到后面 我们也 在后来可能第四场 第五场之后 我们也没办法再使用那个场地 因为人太多了 我必须要做出一个平衡 一个平衡 观众会说 就是 场地 不选好一点的吗 然后 我要进去 我也没办法做 根本也听不到 然后这样子对 表演者也不尊重 有批评真的都是好事 对 我认为这些人 他们可能真的想 坐下来看的人 真的想认真看 对 好 那我就再陆续的去找 其他的适合的场地 太棒了吧 而且这边公开一个秘密 另外一个故事是 我刚刚讲我是赌資 那一开始 我必须要想办法 让这些 愿意合作的店家 是有所收益的 所以其实 喜剧开港的钱 大概到第六场吧 所有观众付出去的钱 都是店家的 你赚什么 零 哇靠 那些 野用人喔 那些 那些那个 那些票的收入 全部都是 归店家 因为 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东西 是有市场的 如果你们 愿意持续跟我们一起耕耘的话 它是有 有未来的 然后这些观众 这些表演者 他们有舞台 观众有 有娱乐日常可以去参加 然后高雄可以开始 有一个这样的品牌 嗯 对 那时候是 是这样子 然后到 后来就是 可能 呃 有一些人 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 然后 也开始有其他的 更好的 酒吧 场地更好的地方 然后 接洽我们 然后告诉我 甚至我只要付很低很低的清洁费 然后就让我可以把那个地方当成 就现在啦 现在这个 贝壳窝的 负责人 然后给我们这个场地 然后我们定在这边 即使你是外縣市的人 你只要到 高雄的中央公园出来 新绝江 走路2分钟 马上就到 所以也算蛮幸运的吧 我们现在就是 算是定居在 新绝江那边 所以贝壳窝也是个酒吧 贝壳窝不是 它是一个 背包客栈 青年旅馆 哦 所以晚上的住客 有些青年人 或者是外国客 也会下来听 哇哇哇哇哇哇 对对对这样 这是一个 一个 喜遇开港的故事 真的很棒 我真的很想要 很想要清零现场 可恶 到现在都还没有 有机会来 有机会来 其实我有写一些段子 但是 就是那种写一写 然后念给亲朋好友听 就结束了 来来来来 没有地方可以讲 台南没有地方可以讲 我盆麦 之后之后 之后搞不好会有 什么意思 之后搞不好会有 你要来吗 你要来开吗 我有接一下台南的社团 有机会一定可以 一定把这个活动带去 然后我觉得这东西 好入门 然后轻松娱乐 而且我们也可以不用 太昂贵的器材成本 然后相对的大家 不用付出那么多的钱 就可以去享受脱口秀 所以想要知道更多喜利开港的 这个OpenMind讯息 请直接到FB IG 两边都要追踪 谢谢 还有YouTube频道 谢谢 YouTube频道有些段子已经上去了 对 可是这个东西 爱于每个人对于自己表演的品质的想法 其实 这个东西 这个你自己考虑要不要剪进去 我们另外提供一个服务 就是 有些表演者 他们有表演的才华 可是他们没有一些影音的制作概念 那喜利开港提供另外一个服务 是我们每一场OpenMind 会全程帮表演者额外的录音录影 然后这个录音录影 我们有成立一个演员群 然后这个演员群 你们会有一个云端 然后里面的影片 让你们互相交流去使用 那你自己的片段你可以下载下来 然后你自己要去开YouTube频道 或者是去分享别人 那都是你个人可以去使用的 不是直接传在喜剧开港的频道 不是 因为有些人会希望自己的段子 再成熟一点 或是他认为 搞不好我的机会红 我会爆红 这东西是可以卖钱的 那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即使我帮你录了 这个能来是属于你的创作 所以其实有些片段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想上传 可是这些演员 他们会希望再保留一下 那我们也尊重 反正我就是希望 可以把这个品牌 跟这个文化版推出去 所以这些影片 也都是送他们的 台北的话 你刚刚讲 買一只15百块 对我就想说你是不是要算钱 结果没有要算钱是谁 没有没有 你应该算钱啦 这个 你的录影设备都不用钱 这个是 目前的状况是 是这样子 那 那 因为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 那个林巴卡好笑 他就是 MTV台的制作人员 但 我很讨厌他们的直播 如果 因为我是他的那个 YouTube会员 我每个月有donate他们 但是他YouTube直播 烂到爆炸 怎么说 他每个会卖都会直播 然后音质烂 画质烂 就 而且你知道吗 就是 台北的演员 就是 哇这个能讲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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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能讲吗 不止名道姓好不好 部分的 北部的演员 有跟我讲 因为林巴卡好笑的那个直播 那个前世他们 他们就是算是 这样子在 在push喜剧圈 对 可是他们的那个段子被直播之后 未来就 专场或是收费演出 就不能用了 所以他们会把 觉得自己 比较喜欢的段子 或是 未来会比较 专业的段子 他们会 留在自己的专场 在直播场的时候 就会额外去写一些 比较普通的 对 原因也是因为你讲的那样 就是 直播品质没有到那么好 对自己又没有收益 哈哈哈哈 对 但老实讲 林巴卡好像还是对于 台湾的喜剧的推播有一定的帮助啦 超重要的 对还是很重要 给予正面肯定 因为剪辑其实是 我觉得是有魔法 真的不好笑的人 有时候剪一剪 变得还不错这样 把胖曲剪在一起 哈哈哈哈 那 我自己在看林巴 跟这个 他们每个个人频道 我就觉得说 没有林巴的话 这一群素人频道会增长更慢 因为大家自己要经营自己的频道 太困难了 但是你把你的节目 跟这个博恩放在一起 跟那个凯莉放在一起 自然就比较容易被推到 对啊对啊 所以平台还是重要 所以喜剧开港 可以放一点段子 多半点 我会希望 能跟南部的演员 达成共识 就是 我们先把这个 南部的市场 先建立起来 那如果说这件事成功的话 未来喜剧开港 会上去的段子 大家即使不到现场 你也可以感受到南部演员的一些努力 那你们 不用钱啊 就按赞 就可以了 按赞加订阅 就可以了 不用分享吧 分享 算了 隨便啦 隨便啦 那 我很好奇 嗯 你刚刚说九个人 包含你 就是 会 已经在Open 已经在喜剧开港Open麦 会固定出现的人 对 包含你九个人 呃不只 这个演员群 现在人已经 好像三十几个人 可是偶尔会有一些人 他们出现一阵子 又下去 那目前 比较有成绩的是 那个 呃 我跟另外一个 呃 叫铃铛姐姐的演员 那 什么叫做比较好前期 这样得罪其他全部的人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 这个东西它 它很 我是一个很 很 虽然很多东西感觉很佛心 可是我也是很务实的一个人 嘿 就是我们每一场都会有 观众的问卷回馈 哦 我们已经办过一次专场了 对 我们已经办过一次专场 那这个专场表演的人员 并不是自肥去 去选的 而是从过去的 呃 十几场的Open麦里面 然后去 观众统计出来 他们最希望看到他更多的表演 或是他更细致的表演 哇 对然后 这两位 呃我跟铃铛两位高雄 都只在高雄演出的演员 然后 得到这个票选 然后我们有开了一个 呃小型的专场 那 不小吧 呃一百 总共卖出去的是一百多 一百多人 真的不小了 对 以那个喜剧圈来说 这已经不是自称喜剧演员 这就是喜剧演员 已经算幸运了 我们实际上算幸运的一个成绩 其实半年多的品牌 然后做过这一场活动 真的很屌 这也算幸运 那 这个是我们的成绩 那我相信 未来也可以再办其他的活动 或是南部喜剧演员的专场 我们可以自己来 我们不一定要 就是什么都 一定要跑上台北 才拥有这些资源 也许我们可以自己培养 我们自己的娱乐日常 那 你这一场专场 还会再办吗 呃 这一场专场的内容 不会再办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老实讲是 是一个成绩单 就是喜剧开港 到底作为喜剧品牌 这半年多 我们站在这些前辈 巨人肩膀上面 合不合格 那在我看来 还算可以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 我觉得也过了 所谓的甜蜜期 也过了新人时期 即使南部的乡亲们都很friendly 我还是会 希望这些演员 他们可以更专业 然后 演出可以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包含品牌 我们可以提供的灯光 音响什么东西 能不能再更好 我会希望 下一次的专场 不是 上一次看起来已经 我觉得还OK了 可是我会希望下一次更 更强 然后 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更好 像 我看到双生道的演出 我就感受 你有在现场 没有没有 我没有在现场 只是 我看双生道的 宣传跟那些东西 因为我真的抢不到票 太扯了 我抢不到一般票 太贵了 我买 我已经贷款做时间去 我就想说 奇怪了 双生道不用抢啊 这个三千八 对不起 我真的买不下去 我就知道说 已经有人把这东西 往另外一个层级去做了 那我会希望这东西是 是精致化 就像我们进魏武营 去看剧场一样 结束之后把演员 拉上台来 然后一字排开 然后跟观众谢幕 大家会掌声叫好 这样子 我会觉得就是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戏剧 去拉到哪一个等级 可以 绝对可以 这个是我未来去想像 想像 如果一群讲像话的人 我能在魏武营 讲像话给 2000个人听 哇那干多爽啊 真的 那干多爽啊 今天好久 平常这么久吗 平常这么久吗 对 平常都 没有在限时间的 那 你在剪 在这里 我没有在剪的 在这里 我们这个段点 请你推一首歌 好不好 推一首歌 大家进入 进入下一个part 哦 推一首歌 嗯 我 想一下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最近在 在听的好了 哦 嗯 我 平常最常发响的时候 我都会听 蛋堡的歌 是不是很忙 嘻哈 对 然后 我推 洗澡水 热水澡 热水澡 讚 这首歌我 我很喜欢 就是 他从很日常的东西 很日常的一件事情 去发想 跟我自己在 写段子的时候 我自己啊 虽然跟蛋堡这样 害羞 就我会觉得 我很羡慕那样子的 一个才华 就是我可以从 日常的小事情 去 去发想这样子 嗯 大家如果来听我的段子 也会知道 我都是从我 日常生活中的事情 然后去 去想成我的笑话 没错 这是最真诚的 然后 但也是最难的 就 我不会想要 讲那种 例如说 很凶 或是我永远都在 消费某人 消费某人 我会觉得 这个没有不好 可是 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表演者 已经有人在了 太多了 交给他们 我就是做我自己 自己风格 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像 我不想要去跟 台北这些 一线演员去竞争 我希望 做一个南部的 喜剧品牌 一辈子都是 他们比较有名 这很正常 因为我就不在台北 然后我就不是想要当 偶像的人 对 对 右边 左边 右边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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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 中间 如果你問我洗澡用冷水還熱水好 不用考慮當然是熱水澡 關進浴室被武器圍繞 辛苦了一天給自己點回報 開始了幾分鐘先不抹肥皂 就這樣一直沖 我想收拾最好才能舒服睡飽 管它遲到至少開心比較不會老 我沒法忍受水忽冷忽熱 熱水氣哪個牌子最出色 有這樣的論壇我馬上去註冊 找最好的品牌成為忠實的顧客 沒法用目測水溫時幾度 用皮膚享受溫暖的感觸 水煙霧瀰漫in the air 水肺別人為I just don't care 泡進浴缸好像時間都暫停了 水是黃的加了巴斯克林了 小鴨子也是黃的在那裡扶著我思想也是黃的 像些色情的畫面裡泡泡在天上飛 裸體的男女在地上追 眼睛閉上推演著把他推倒 想到睡著醒來是隔天清早 洗澡是一天的精神寄託 分析師說這絕對是利多 臉蓬頭堵出靈感給我 把所有的煩惱洗進排水口 被這衣服一脫 剩鳥毛一搓 停在水深看正在漩渦 只管唱我的歌吹我的口哨 神奇的功效 雙死我都要 媽 沒有亂水了 我在洗澡不要用水了 I want a messy world 左邊是熱水 右邊是冷 冷天的時候熱水要等 等待著時間暫時要忍 忍耐著低溫 忍耐著冷 爸媽帶小孩或情侶一起 被有人戲或是靠自己 不管怎樣都好 從頭到腳 我們都期待一場熱水澡 左邊是熱水 右邊是冷 冷天的時候熱水要等 等待著時間暫時要忍 忍耐著低溫 忍耐著冷 攀下的肥皂或眉筋小鋪 多的是四角或三角褲 不管怎樣都好 從頭到腳 我們都期待一場熱水澡 Oh yeah Yeah Oh yeah So 好 好 好 接下來要聊下一個話題 就是 既然你剛剛講那麼多 我覺得有一個變現方式 你竟然沒有提 然後過去也跟他還合作過 教YouTuber的課程 那請問喜劇開康要開教寫笑話的課嗎 喜劇開康會開教寫笑話的課 太棒了 什麼時候開 對 會是在近期去開 可是我們不會 我老實講 我一定是直接請 花錢請台北的演員 因為老實講 我們有 觀眾有買票進來 我跟你講 OpenMind 除了博恩以外 全台灣 喜劇開港是最貴的 超讚 其實也沒有多貴啊 200塊錢 真的很便宜 前幾天在靠北坦口喜劇上 有人說 OpenMind可以賺錢嗎 會不會有人用OpenMind練財 我就想說 這個可以把我講個髒話嗎 罵下去 我說 幹你娘 200塊你是要賺什麼錢 對啊 然後 就是 我就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就是這些 做一個活動其實很簡單 辦一場活動真的很簡單 可是你要把一場活動 相似性質活動 辦100次 那很難啊 很難啊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那 如果說要辦活動賺錢 誰要用OpenMind來賺錢啊 真的 我多的是什麼 我去搞直銷什麼 給他賺錢吧 對 那 你剛剛說 柯遠剛剛講到就是 講 課程 那我覺得課程就是 一個人是可以收兩千兩萬的喔 那第一個是課程 我覺得就是不能睡 一定要真的讓他們有收穫 你不一定會有名 可是你一定會學會 怎麼樣去幽默的講話 嗯 對 那我覺得最有保證的方式是 我直接找已經在這個領域當中 有相對成就的人嘛 嗯 對 我會請台北的一線的演員下來交 對 那可是我的收費一樣會給 南部的鄉親們 不會到像台北這麼貴 台北上課程這麼貴 欸我們這邊 南部去台北還要加交通費 對還要加交通費 你不用在每個週末花錢去搭 長途車去台北上課 那你一樣可以 他們這些演員會 下來幫你們去上課 那這個東西請 持續的關注我們的粉絲專頁 那不然最近要開什麼 不開笑話課你要開什麼課 好 我們是 這樣講有點不好意思 我們是藝文品牌 雖然目前講笑話 可是大家對OpenMine這個東西 它中文翻譯直翻就是 開放麥克風 它其實沒有笑話這兩個字存在 它其實是所謂的這種 你講你自己想講的話 那我們最近期辦了一個 很不一樣的OpenMine 我們在高雄的無關書店 就這個禮拜 就這個禮拜 228 我今天就上 我今天這集就上 不然你今天來幹嘛 沒有啦 我們在228 我們辦了一個很特別的OpenMine 是這個OpenMine 是在高雄的無關書店 就是完全不開燈的一間書店 對 那在無關書店裡面呢 這場OpenMine 從活動開始到結束 你不會看到講者長什麼樣 講者也不會看到 就你不會看到任何一個人的正面目 但是你可以聽到六段真實的人生故事 那這些真實的人生故事 我們礙於就是這些秘密講者的 他們也會自己的各自保護 我只能跟各位講說 有包含像是來自於 過去是更生人經驗的 那過去是性別認同經歷的 那家庭創傷的 那憂鬱症的 然後族群認同的 太慘了吧 就是這個活動他在表達的事情是 第一個東西就是 其實在我們生活當中 離我們很近的人 就是其實我們每天 有努力的去社交 像是最近的Clubhouse一樣 你多了很多很即時的社交 可是你再怎麼接觸的 其實都是我們在社會中間 或是中上層 是不會啊 你剛剛講的群人是不會在Clubhouse的 對 他是不會被出現 像是你不會去跟街友交朋友 對 然後導致其實大家對街友會有很多的錯誤的認知 跟理解 你並不了解他 那這個活動的其中第一個想法就是 在我們生活中 其實他們離我們很近 那他們會被我們這個社會給給邊緣化 或是被大眾給排擠 其實也是出自於不理解 那他們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很難直接去直觀去面對 就像是同事身份的人在過去 包含現在也是啊 他們很難的去直接跟人家去介紹這件事情 就像是你要突然間跟我說 欸我是喜歡女生的喔 好 感覺也很怪 好 我相信 對對對 那他們自己其實過去都有些個人的人生秘密 那他們透過這個活動 他們在黑暗中去講述這件事情 然後講完了之後 大家會對於我們生活中很近 可是卻不理解的族群 不理解的身份 然後去了解他們 然後多一些些理解 多一些些包容 對 但是你又不用把自己的身份曝光 講的人在講的時候壓力也會小一些 所以它是一個現場匿名 看不到人 只聽不到聲音的 對對對 它是一個秘密告白的 open mind 這是第一層意義 票賣完了嗎 我們是採線上報名 然後現場就是繳費入場 然後我們最多就收25位觀眾 太少了吧 我們這個頻道500多個觀眾 大家這樣搶不完 這是一個實驗性的活動 老實講 無關的一樓面 就可以篩超過三四十個吧 我們相信大家就是有一定的空間 舒適空間 對 對 而且老實講 就是如果我告訴這些 像有 有些講者他們是 目前都還是在於憂鬱症公存 然後 的病患 病患嗎 我這樣講好像不太禮貌 患者 反正他們就於 同志 對不起對不起 算了反正我是喜劇演員 我早晚會被人家讚的 哈哈 沒在怕的啦 對對對 那他們 他們可能如果現場告訴他們 超過三十個人 或是跟他們說下面都是人 他們也許會講不下去 他們也許現場會有什麼什麼狀況去發生 對 所以這個活動 它其實對我們來說 其實是有一些一些風險存在 但我認為這件事情是蠻重要的 然後第二層的意義 這個活動第二層的意義是 就是我總是希望挑戰台灣過去的一些想法 或是一些舊的思維 我們華人社會 然後過去都會一直講說 就是所謂的堅強 就是不要說出口 忍住 不要哭 像這樣子的一些想法 可是這跟我們過去的人生經驗 其實都有所抵觸 我們難過的時候 我們找人傾訴 我們難過的時候 我們大哭一場 我們難過的時候 我們去做各式各樣的發洩的行為 發臉書 然後到記者會現場 坐著等人家出來 反正是這樣子 我們才得到了一個抒發跟解脫 並不是忍著不說比較好 那我們給了各位 或是給了 半年這一場活動 其實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情緒 它是需要有出口的 那你是可以跟他們去講的 我們創造了一個 我們試圖創造一個 更低負擔 更低壓力的一個 一個分享的方法 讓你有情緒 一個比較好的出口 這樣子 所以一張票還是兩百塊嗎 一張票是四百塊 畢竟辦在無關 甩鍋甩鍋甩給無關書店 沒有啦 這場活動是四百塊 可是它很划算的是 你現場我們有那個 贊助廠商Tanga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Tanga Tanga贊助廠商 那動不動就開車啦 四百塊錢裡面有兩百塊錢 你可以折抵現場的商品 或者是書 然後你還有可能現場 身心靈一次滿足你 活動結束之後 還抽到那個 Tanga廠商贊助的那個 Tanga蛋 你回去就身心靈 真的是一次滿足 我覺得滿潮的啦 滿潮的 忍不防的突然出現Tanga 嚇我一下 一個秘密告白 然後跟Tanga 站住這樣 我真的都在搞一些 有的沒的事情 為什麼是Tanga 為什麼 聽起來應該是找 這個免費 心理諮商一次 這種服務 之類的 為什麼Tanga 畢竟你知道嗎 就是很多東西 就要營運啦 我是一個 很喜歡辦這些活動的人 可是我是一個 不排斥商業行為的人 就跟前面一開始講的一樣 我不想要未來 只能靠一文不住活著 我希望我是能 一個 好好賺錢 然後誠實的 去跟大家講說 這個活動 我是怎麼賺錢 這個活動 我是如何運用各位的錢 你們會收獲到什麼東西 對對對 這很棒 最近台南有一間 魚丸湯店 叫永濟魚丸 然後他就是老闆不做 然後就頂上給一個 很有名的連鎖店叫做周四瞎捲 然後 他就重新裝潢 然後周四瞎捲人進來 他開始就是變得 整間店 原本就是鬧轟轟的 大家會跟老闆聊天 變成速殺很安靜 大家在那邊排隊 然後 大家就說 變得那麼商業 跟麥當勞什麼兩樣 但 如果沒有這樣的話 這間店就沒了 所以 我覺得商業是 有必要之二啦好不好 對 我們永遠都會從中間去找一個平衡點吧 對就是這樣子 對 那如果對於這一場就是 看不到人 只有聲音的秘密告白 Open Mind有興趣的聽眾朋友 那你可以上 無關實驗書店 或者是喜劇開港的粉絲專頁 你都可以看到這個活動的 報名連結 那我們在228那天 在高雄 在228的時候辦 對 在228的時候辦 我們其實本來 我有試圖 我有試圖去聯想 透過一些管道想要去找 就是 228的受害家屬來講 就是相關的秘密 很可惜就是 就是 必人辦事不利 你都沒有找到 對 所以未來搞不好 還能辦什麼樣子的秘密告白 或者是 怎麼樣子議題的Open Mind 其實我會在 這一塊 喜劇開港會在這一塊 去做 嘗試 對 我們不一定要只有笑話的Open Mind 我們可以 努力的去 Open快 對 我們去談論 我們去談論各式各樣的議題 然後去發揮一個議文團團體 其實該有的影響力 嗯 那 這是這個短期的 你 我剛剛講到這個辦課程 嗯 所以接下來 不是有一個課程 想要 想要再推嗎 課程 課程還有一段時間 課程還有一段時間 Podcast 哦 滿滿的業配 太多了吧 太多了吧 我們曾經在這個頻道 跟那個 接三部出作聊 2020做Podcast 還來得及嗎 這個題目 現在可以聊 2021做Podcast 還來得及嗎 我覺得做 2021做Podcast 還來得及嗎 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詞 叫做 社群的新陳代謝 誒 我們過去 我聽你講過 這一輩子都聽你講過 就是這個東西 當我們覺得 覺得不酷的時候 我們就 我們就不會去使用 像 過去我們使用 即時通跟MSM 他在 暴露年紀了 ICQ 他在 他在臉書推出了之後 那些 新的 這個世代 使用者 就會覺得以前的東西 就是 不酷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去使用 可是後來臉書的 又有一批的出手槽 是為什麼呢 當我們的爸媽開始使用臉書之後 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不酷了 不酷了 對 所以我們開始轉去現在 所以比我們小的那些 那些小朋友 那些年輕人 他們開始使用 就是抖音 或是一些其他的 社交媒體 因為他覺得 D卡 Mentor 對 他覺得 就是他們現在使用的東西 不酷了 所以未來 IG或是 就你剛剛講的 D卡什麼東西 他會不會也被新陳代謝掉 老實在講 我是覺得是會的 一定會的 一定會的 那回來講就是 Pockets的東西 那 創作者 他其實也是 也是這樣的東西 Pockets 他會不會 就未來被 某個東西給取代掉 早晚的啦 老實講 我覺得是早晚的 例如Clubhouse 對 例如Clubhouse 他會推出類似的功能 早晚的 早晚會被淘汰掉 可是 你真的 那麼在意這些東西幹嘛 欸 我老實講 我自己會覺得說 我今天做這個Pockets 即使我聽的人 只有我的十個朋友 或者是我未來去 去認識的朋友 他們回頭來聽我的這些東西 去認識我 我覺得 也夠了 反正又不用錢 對 反正這個 又不用錢 對 你那麼 那麼在意這些東西 前面還在那邊講說 賺錢多重要 沒有 我就講就是 上傳這個東西 這部分啊 這部分不用錢嘛 這部分不用錢 我剛剛講什麼東西 這十個人認識你了 對 這十個人認識你了 重點就是 你是一個 有沒有內容的人吧 我覺得就是 如果說你在 創作這件事情上面 或者是 Pockets上面 你可以跟人家 持續的去 分享你的內容的話 那 何樂而不為 不管是2020開始 2021開始 都是 那 另外一個 我們剛才講這個業配的東西 就是 我在高雄 我找了 南部的另外兩個 算 也算一定規模的 Podcast 然後 做了一個 Podcast的聚落 因為我 我當時 就是你們那時候 希臘雅文化 的那個 創作者 匯聚的一個中心 我覺得 我看好酷喔 就是即使 我今天 我可能創作 創作到一半 我中斷了 或者是我卡關了 我能然有個地方 可以去交流 我能然有個地方 可以去 去聊天 我想說就是 為什麼高雄 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我認為這些內容創作者 應該要有一個 一個聚落 我是一個喜歡 搞社群的人 所以我們辦了這個 Podcast 與他的產物 的一個課程 那一開始當然是 我們也會教最基礎的如何 像他們會教 就是Podcast說 你該學會的 基礎的東西以外 也會教你怎麼做內容 像我的部分 還會教你就是我在 想這些議題 或者是我在講笑話的時候的一些邏輯 所以還是有一點笑話課的嘛 還是有些笑話課的 還是有些笑話課的 畢竟講話還是要 稍微有趣一點嘛 這樣自己講自己有趣 真是 真是厚臉皮 真是厚臉皮 光是這一點就 你就已經跟市面上幾乎 百分之九十八的 Podcast課程做出區隔 因為你的笑話功力是 很多人沒有辦法達成的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這一個 這一個課程它的 後續也比較不一樣 就會 像我們現在 其實越來越少使用一個 功能叫做搜尋 不管你是在 就是 YouTube還是 IG還是 那個 Podcast都是 我們都打開那個頁面 我們都被演算法給綁架 我們只聽頭部的那些 可是其實你內心會渴望 我再去多接觸一些 有的沒的 嗯 的創作者 那怎麼樣子接觸了 其實不只你這樣想 創作者這樣想 聽眾這樣子想 廠商也在這樣子想 如果能有一個聚落 或一個地方 我只要定期的去那個場所 我就可以 不管是 對 沒關係 那不影響 那不影響 水滾的聲音 好像到高潮的配樂 對 如果能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然後讓 不管是 聽眾想要找 新的創作者 或是 創作者想要找人交流 或是廠商想要找 新的創作者 下業配 如果能有一個這樣的聚落 該多好 所以這個課程結束之後 那個 聚落會留著 然後我們會 每一週 找一些創作者來分享 每一週 對 每一週固定一次聚會 你的人生已經要翻給OpenMind了 然後還要辦一些 這個 要OpenCry 然後現在又要Podcast 所以這個聚落完成了 這個課程完成了之後 聚落我會固定參與的時間 可能不是那麼的足夠 我鬆口氣 老實講 所以才會找那個 巴法漾跟起蛋糕 他們在南部有一定的 一個知名度 那會讓 由他們來做這個聚落的host 那我覺得他們也 也非常的適合 我之前聽那個雞蛋糕演講 非常非常的真誠 真雜實 對對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樣子的話不是蠻 蠻讚的嗎 就是我今天 如果我是一個 新進的那個Podcast 走在南部 然後 也不要說我想 我想要直接 趁前輩 我想要知道其他 跟我差不多同時期的人 我可以去參加這個聚落的活動 那如果我是廠商 我想我不想要 我的錢 不足以到去 去下業配給 給頭部的創作者 可是我仍然希望 能把一部分的錢 投入給Podcast這一塊 去下業配 而且是精準的 而且是精準的 那我就去參加 這個社群的活動 在此呼籲 那個台南的廠商 想要業配什麼事情的 對對對 都來通海蛋 那之前說到 這個業配跟行銷這件事情 發法樣也很專業 他辦那個 卡庫檔 那真的是 我覺得可以說是 2060年Podcast圈的一個 奇葩的一個行銷案例 對 那我們就是把這些 在南部其實 Podcast有這樣的經驗 的兩個創作者 然後結合 然後老實講 我在這個Podcast 與它的產物 這一個活動裡面 我的 我覺得我的含薪量 跟我的分量是比較不足的 可是能促成這件事情 我也是覺得很開心的 太屌了吧 對我是很開心的 太屌了吧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說大家對於 如果你現在 會在想說 我是不適合做Podcast 但是你有想做這件事情的話 再回到剛剛那一句 反正又不用錢 反正又不用錢 你用手機錄音也可以 你用其他的錄音筆的設備 單口錄音筆設備 其實也夠用 那你先來嘗試看看 然後 再講到 就是有些喜劇演員 會跟我說 我講這個可以嗎 有些新人會這樣 我講這個可以嗎 會不會被罵或怎樣 然後我都會這樣講 你又不紅 你怕人家怕屁 有人罵才是好事啊 我都說你又不紅 你怕屁 真的 等到哪一天 你真的開始有影響力 或是你發現 你的聽眾的族群的模樣 開始 其實他們的五官 開始越來越 在你腦海中 越來越明顯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哪些話你可以講 哪些話 你最好不要講 不然你就會像 摩莎莎一樣 可是 可是摩莎莎做成 促成的另外一個醫生的 訂閱量爆充 這也是功德無量 那我想說 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說 天哪 就是最近還有另外一個 網球王子 誰 網邀 我剛在想說 現在怎樣 2021 畢虹的公式是 去佔醫界是不是 我只要去挑戰醫界 我就會有流量的感覺 超棒 這些人到底在想什麼事情 想要知道很多快速 快速哄起來的方法 問阿海就對了 不鼓勵啊 不鼓勵啊 我只能說這個行為 我真的不鼓勵 好 那今天這個 podcast 就落到這邊 最後我會點一首 阿姬的這個歌曲 是這個青春 那是228的時候 你在辦open mic 然後我會在那個 台北公聲音樂節聽阿姬唱歌 所以 我不知道我們的聽眾 你想要選擇怎麼樣 好 你可以來公聲音樂節 欸不對欸 公聲音樂節是有直播的 好啦那先來阿海這裡好了 沒有啦 之後你再參與直播 選擇你自己想去的 因為公聲音樂節 是不開放民眾入場的 是喔 對他們已經上市了 賺錢的好機會了 因為現在就不能群聚 所以變直播 好 所以歡迎抖內給公聲音樂節 然後人到那個 無關書店 然後先抖內 欸 我跟你講 花不到就是 你知道嗎 是國人 國人 中華民國的國人 每一年的義文消費 平均的金額 一年是50塊錢 你只要參加一次 你只要參加一次 那個 無關秘密的活動 你就有 八年的扣打 你就做出了八年的義文貢獻 然後你在抖內 四百塊錢 給那個 公聲音樂節 你就 做完了十六年了 總統就輪世輪了 公德無量 公德無量 公德無量啊 對 太屌了太屌了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幹 好長喔 好 老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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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將青春也在真知新鮮的世界 必須勇敢的沒人哭老眼塞 一塊白 七塊膀胎 沒人在比利害 為著名字在背駛到期待跟伴奈 一直風回來啊 把你帶去富家的金句唱比夢啊 萬萬啊 萬萬啊 你就想想哄哄哄哄哄哄面對 道龍家在想要我不要煩惱啊 不要比愛啊 你心裡在青春心開的花 開燈中的時代 沒人在馬賽 一直帶回出去的伴 說白青春的威 所以七十歲我 不應該像你頭就算後 你一定在湯邊的人口味 有漸漸生氣就著 你的民郎 你由我點點美好 我知道就像這個世界 有人無法改變 這樣你的人開頭 沒了遺憾 煩惱我在世間裡 怕你失誓 你後你心情都是 全球看待 這次一筆頭在所有的 感覺頭髒中 因為真正的故事 天子現在的你比數要清楚 過去 以前的幸福會無由 期望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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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哀哀的樹 不要後悔去倒水 這純粹是抱怨的 請說 喝到牛肉湯 我就想到 我這輩子吃過最不爽的一次 牛肉的經驗 這太棒了 是在去台東的路上 台東回來的路上 有一家叫做台灣牛的店 我最近還猜到他們還在喔 幹真的是 他們有夠難吃 而且你知道嗎 我覺得說這間店怎麼有差 他是為什麼讓人家這麼生氣的原因 是因為如果說 你開一間就是賣牛肉麵牛肉湯的店 然後你只是叫一些其他的名字就算了 你用你知道嗎 前面加上台灣兩個字 是有所代表性才敢這樣去使用 要有責任感啊 對 你要有一些這種責任感 有一些這種 呃 台灣這個招牌的心靶 你叫台灣牛 然後你真的很難吃 就是我BJ已經我自己隨便煮都會變好 哈哈哈哈 真的有夠累 然後一碗好像也不便宜 然後要快兩百塊錢了吧 哇靠 然後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吃一下 這樣子不會只有我自己那麼慘的 哈哈哈哈 真的很難吃 對 誰到一個不行 起司 起司 幹 哈哈哈哈 我氣到就是 我媽說搭車 開車回來 然後開到一半的時候 我突然就氣起來 然後我說 不過你朋友想說 幹 那真的很難吃 哈哈哈哈 真的這麼難吃 然後我氣到我一回 一回屏東 你知道 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吃好吃的牛肉糖 哈哈哈哈 笑死我一下心靈 對沒錯 所以你哪一碗有吃碗嗎 沒有 而且 好 呃 他還做一些很糟糕的事情 你有吃過那個牛肉麵的麵 是用油麵的嗎 或者是刀削麵的嗎 或者是細麵的嗎 你有吃過 用 那個 白麵 蛤 而且是那種 呃 很沒有嚼勁的 人媽媽的 那種 官廟麵白麵 然後 而且他不是放進牛肉糖裡面 把它燙熟 他是用水煮把它燙熟 然後撈進 用一大鍋水煮把它燙熟 然後丟進去那碗牛肉燙裡面 我幹 真的超累 吃麵糊 真的 而且他那一 就是他那一鍋水我很確定 他不是那種燙麵 然後說再用 呃 其他的水吧 有些人會把那個 麵條的那個麵糊 什麼的 粉過掉嗎 沒有 他那一鍋水 從下午在那邊一點 看到沾點 他都是用那一鍋水再燙麵 哈哈哈哈 太慘了太慘了 真的很難吃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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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台南麵也是啊 一定是 他以台南的意粉啊 加春天 你的感動就是 我的感動一樣 但這人就是 流行結束 台南的安全 沒有你也是 好台南麵 麵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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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